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面临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是在手机聊天元件里面认识的 他是那种高大帅气 鼻子高高 很招女生喜欢的 白马王子行的那种男生 刚开始我的朋友 也不太支持我们在一起 我也是没什么自信跟他在一起交往 在这三年里 他身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生 我觉得他对异性的感情处理得不太好 我觉得很累了 尽管他现在跟我提出了求婚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他走下去 我们的老师又会怎么帮助这一对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文29岁来自广东 个体晶莹 女嘉宾小尹25岁 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前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一起三年了 我们是通过一个手机聊天元件认识的 什么软件 就是孟默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的 今天是谁要来这个现场的呢 是我 因为这三年里面 她身边出现了太多的 对她挺有意识的那种女孩 我觉得她在感情的路上处理得不太好 让我觉得很困扰 你怎么了 让人觉得没安全的 她就是觉得我身边太多旅行的朋友 其实都是单纯的朋友 可能她疑心比较重 解释了好几遍了 她也是不接受 她身边女孩子多一些也没什么 她说都是正常朋友 应该没什么的 有一次她跟朋友去酒吧喝酒 夜不归宿 后来问她的朋友就知道 她跟一个女生去酒店 是这样的 那次呢就是我跟几个男孩子过生日 然后就去喝酒了 我也喝多了 朋友就直接把我拖到那个酒店里面了 那天是几个朋友一起陪我过去的 没有跟女孩子一起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 一个不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会说我跟女孩子一起 我想这件事已经无法求证了 对吧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安全 就是过了没多久之后 她还是用那个聊天远见 跟其他女生聊天嘛 就认识了一个外国华侨 那个女的经常约她出去 她都没有拒绝 那个外国华侨呢 就其实跟我认识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知道我喜欢 她国家一个品牌 然后她刻意就是从那个国家嘛 那个衣服买了回来给我 然后就约我出去 就纯粹的拿衣服而已 然后她多心了 就觉得那个女孩对我有意思 送个小礼物给我这样子 衣服你不能自己买吗 没钱吗 我也可以买给你啊 那衣服不好买 在外国是线量版的 我们自己过去也不是那么好买 所以那个衣服 她也很有心地把那个衣服订过来了 那你不是就是给人家机会了吗 还有那次朋友生日的时候 我特地把你叫他带上来的 他也没有把那个衣服带来呀 那天晚上叫他也太晚了 他衣服没在身上 所以就没带那衣服 那不就是为了那个衣服 找借口来见你吗 等于你朋友过生日 你让他去也邀请了那个华侨 要别人拿衣服去 对 我就是想看他们去找一回事 恰恰他又没拿 对 因为其实衣服是其次 我就看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呢 就是当晚的时候 他们在我眼底下 就消失了半个小时 那个女孩子要吐 我陪她去洗手间而已 那她洗手间出来之后 像我公然挑拨 就是说她要抢走你 有这个能力抢走你 那什么意思啊 你没有给她暗示 怎么会这样说 别放在心上 好好好 她还跟之前的女朋友 纠钱不清 最近那个女的还找上我来了 她妈妈还打给我说 她女儿要跟她在一起了 他们两家是有生意来往的 说门道户对 要我离开那样子 这解释一下吧 就是其实那个女孩了 开始找我的时候 是问我借钱的 然后我觉得钱不多 她就借我一万块 我就借给她了 过了一阵子 又问我借钱 然后我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老是问我借钱 然后我就拒绝她了 她妈妈找她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 跟她家 其实生意来往以后呢 就是已经翻脸了 因为当时呢 我在她家着喝的时候 也是心情不太好 然后发了点小脾气 然后她妈就直接爽我一个耳光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这事情 然后我爸就没有跟她在生意上 再合作了 两家就因为你们这个儿女情长的事 还闹翻了 是吧 对 就算她跟你有多大仇 那为什么最近这个月 你都不理我了呢 其实呢 最近呢 我也在忙家里的事 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 然后身体也不好 然后她也想 我接管她的生意 然后我其实想给她惊喜 我准备了一套房子 然后准备跟她结婚用的 在忙装修的事情 所以就没跟她说这事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在忙也要给我留个言呢 真的很没有安全感这样子 每天有电话吗 没有 都不听我的电话 这个就解释不通了吧 因为我工作时候了 电话都放一边的 然后可能有时候 那你是想娶她吗 对 你们谈过结婚的事吗 谈过 就是从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说会给我 将来会给我一个 很浪漫的婚礼 说着说着 一年一年过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行动 你的朋友圈怎么看她 我的朋友是很烦 对我跟她在一起的 因为三年里面 她身边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女孩 各种各样的情况 都让我很伤心 我觉得很累了 我身边的朋友也觉得 她不适合跟我在一起 好了 升起来的时间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长相啊 的确是可以引起别人的好感 但那一定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当这个长相成为了 你感受到幸福的一个障碍的时候 这种长相反而不是好事 你何不去找一个自己踏踏实实的 觉得它即使远在天边 但你觉得它还是近在眼前的那种安全感 那才是真正的 你所有感受到的 包括它的外在 包括它对你所谓的好 其实并不专一 你如果感受到的 它只对你专一的好 那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 不管它长的是帅 还是极帅 那你都有安全感 但是你根本没有感受到 就像它做的种种事情 的确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根本听不到 它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好 在社交软件上就可以管着要衣服了 而且你明明知道那个女孩喜欢你 你已经有了恋人了 你就不应该那么去做 这要尺度 那个我觉得你特别美 你特漂亮 你特别温柔 干嘛这么不自信呢 我没觉得他帅 他帅哪儿了 帅吗 帅 对啊 帅哪儿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男生 我喜欢有内涵的男人 所以你不要在你的心里头 你就觉得 又这个男的真帅 又他太帅了 我不配他 有什么谁不配谁呀 我永远不相信这个 所以你要自己先自信起来 不管今后 今天是跟他分手 还是以后找上新的男朋友 你永远记住 你是很棒的 谢谢 好问小伙子一问题 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三年 因为我觉得他是 我很适合的那一种 然后他是那种很有爱心的人 他适合做老婆 对 他适合在家里持家 对 将心比心地说 为什么能拴住一个他眼中的帅哥三年 那到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理由的 对不对 这个理由我觉得你说的是实话 这个女孩其实看上去特别适合做老婆 真的 一样的问题 你爱她什么 或者你喜欢她什么 我觉得 其实抛开这些暗昧的话 其实她是挺完美的 完美在哪呢 体贴 关心 有担当 这些都有 对家人也挺好的 放在第一位 好 我说我的观点 她和你在一起是因为你适合娶回家当老婆 你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她的外形 她的体贴 她对女人的好吸引住了你 你们俩的爱是不对等的 之所以今天的怀疑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对等 你适合做老婆 但并不影响她 或者说不能促进她 改变自己 已经习惯地受女人欢迎和女人暧昧 她的帅气也不足以让你足够相信她 她可以跟你过一辈子 你们俩之间 她对你没有信任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做什么 值得她信任你的事情 对吧 你就别各种欢言巧语了 你的心不定 把自己帅不下的东西扔远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娶她的话 给她一段时间证明你真是靠谱的男人 不然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一文不值 说句实在话 帅不一定是件好事 不帅也未必是件坏事 但是首先要弄清楚一点 帅不帅 谁说了算 有些人说照镜子 我说不对 有些人说要听旁人的赞美和评价 但是当你去听有些人说你帅的时候 你想一想 同时说你帅而花心不靠谱的也是那批人 所以说别人说什么让他去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长得帅 在旁人的赞美面前有点飘飘然 觉得我女人缘不错 有点优越感 我认为这也正常 谁让你长得帅 但是长得帅的人 务必不要让自己的帅成为一种悲剧 其根本之一就在于 你要弄清楚 哪些旁观者 哪些赞美的人 是想得到你的人 哪些人是想得到你的心 如果你坠入了那些 只想得到你的人的那些人手里 这样的话 帅就成为一种悲剧 但如果说 你遇上的是既能欣赏你的容貌 但又能淡化你的容貌 而是真正喜欢你的心 想走入你内心深处的人 那我认为 你不光帅 而且你还活得很精紫 你没有沦为一件商品 就是只可以看 不可以聊 不可以谈 不可以爱的人 你不想做那种人吗 是吧 跟女方说一句 中国有句老话叫 情人眼里出席诗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西施很难做情人 因为大家伙都喜欢西施 长得漂亮的 大家都喜欢 但是真正能够驾驭这种帅哥 或者是美丽的事物的人 恰恰可以淡化他的美丽的外表 而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但如果说你可以淡化他的容貌 可以欣赏到他外表之下的 其他的品质 并且可以信任他 那我认为你可以跟这个帅哥聊一聊 所以说帅不帅不重要 爱不爱很重要 帅不帅谁说了算 帅不帅爱人说了算 就这样 你要是觉得自己那么配不上他 那就趁着走吧 何必呢 够一样东西多累啊 两位老师其实都说了 特别贾老师说 说你很漂亮 很好 我相信一个女人 如果连自信都没有的话 她一定不会美 即使她外面长得再美 供参考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三年来可能我给不到很多的安全感 给不到很多信心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很想把你娶回家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 说的种种我都明白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一定会改进 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时间 去证明这一切 希望你可以跟我走得更远 可是这三年来 我真的看见太多事情了 我真的好犹豫很矛盾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再走下去了 好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一对恋人 女生因为男生长得帅 失去了安全感 其实在丧失安全感的背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男生确实有一部分的行为是大 让女生缺失了安全感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两位 回吧 请回啊 恭喜两位获得了 滋布天使之魅的 冰魔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挺好的 叫给你想要的美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贾老师跟你说要自信 转过来吧 在这里要感谢蝴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牵手成功的嘉宾朋友 都会获得由他们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来 开始 停 恭喜两位啊 获得了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 途老师那话都是挺对的 就让你抱他 抱下去吧 我跟Blue游战 抱歉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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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